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尹薰 歡迎收看電玩家宰沛 我們現在就在205暴雪嘉年華的現場 而且今天可是開展的第一天 一下觀禮 每天都會有公布很多重大的消息 究竟有哪些厲害的情報呢 讓電玩家宰沛告訴大家吧 如是正記新篇章 冒險者協會正式釋出了 本次將隨著世衛探險者的腳步 其中超猛的黃金猴 可以將手上及牌褲中的生物 全部換成傳奇生物 真是非常猛的一張牌啊 暴雪英霸開幕上 彼此推出三位魔獸爭霸系列的新英雄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巨魔邱嘉莉啦 邱嘉莉的地位是戰士和斯克 沒錯 她是一個需要兩位玩家統心操控的角色 玩起來如果左右頭吵架 那就真的會像巨魔一樣背棄啦 新模式競技場 將到萬眾主播的競技場展開廝殺 由於沒有限制重複英雄的數量 十個單科展開怨恨大亂鬥 也是沒問題的啦 鬥陣特攻家機版推出確定 並將同步推出PS4及Xbox One版本 這次公布了三位全新的英雄 包含生化忍者 元氏 電競選手 Diva 自然科學家 美 元氏 可以向忍者一般射出手裡箭 甚至利用刀刃反彈攻擊 Diva 可以駕駛運用實驗機甲上強戰鬥 而美則是能運用氣候科技 製造各種寒冰的控場技能 他同時也是唯一一位 遍見中文語音的鋁角 魔獸世界最新這套片 居靈天下的最新預告也豐富啦 最新預告中 瓦里安無人 和部落盟軍 西瓦納斯 一同和燃燒軍團正面對決 官方更宣布 為了讓玩家們 在明年夏季這套片上市前 做好準備 對抗燃燒軍團 推出直升100級的服務 台灣玩家從今日開始也能使用直升100級的服務 更多關於暴雪加電話2015的消息 也請繼續鎖定我們的後續報導囉